台湾有限电视年度最大奖金市奖 今天下午公布了入围名单 由常德、立冠万象有限电视直播的节目 获得三项入围的肯定 其中中加台北新闻获得最佳新闻节目奖的入围 另外台北小学堂以及台北大小调 则是分别入围的最佳综合资讯节目奖 以及最佳社区互动节目奖 最佳地方新闻节目 入围的有中加台北新闻 中加台北新闻 由金市长评审小组主任委员谢张富 宣布了中加台北新闻入围100年度 金市长最佳新闻节目奖 也等于肯定了常德万象立冠有限电视 自制地方新闻节目 长期以来对于地方社区的经营与贡献 我们中加台北新闻呢 其实一直以来一直秉持这个 深耕地方服务社区的一个精神 来这个制作我们优质新闻 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区域内的 所有的台北市的民众 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 获得我们行政院新闻局的 金市长的一个入围的一个鼓励 当然我想入围呢 它是一种鼓励 同时也是一个鞭策 那么我们未来呢 也会继续的持续来制作 这个优质好的新闻呢 来服务我们地方的社区民众 最佳综合资讯节目奖 台北小学堂立冠有限 最佳社区互动节目奖 台北大小调立冠有限 一百年度金市长颁奖典礼 将于8月26号 在桃园县妇女馆举行 今年总共有54家有限电视 以及一家非盈利机构报名参加 参赛作品总共有290件 竞争相当激烈 因此能够入围 也等于肯定了 有限电视服务在地的用心 中佳台北新闻 李伟贤 林熙慧采访报道